萍姆·雁 我們來看一�愛情片 在這個愛情片 我先不跟大家說甚麼 大家先不要帶任何逢言庭 就看了之後 只有六、七分鐘左右 我們再進入訪問 我覺得剛才的表演的名字很好看 還說很好看 只是怕出來了 是好看真的好看 我喜歡 幹什麼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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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张美龄小姐 我是陈律师 这位是我的助手 现在请你将整个事情的经过 详细讲给我听 我会尽量帮你 你认识死症 认识多久 十年 十年 由他护照来看 他只是来了五天而已 他以前来过 十年以前 之后 他一直没离开过 我不是很明白 写的袋里面 有两张去日本的船票 你知道吗 知道 其中一张船票有你的名字 是不是写了一张 要带你走 是他要我跟他走 几乎每一个我认识的男人 都要我跟他走 那你想不想跟他走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跟他走 但是 爸爸 你怕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死 没错 没错 看你怎么会死 我 我不知道 我怎么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票 可不可以給我一支煙? 給它一支煙 張小姐,你冷靜點 你可不可以將整個以前的經過 有份報道給我們聽? 或是認識了她兩天 她就認為跟她走 我沒有辦法 我跟她解釋 這麼短的時間是沒有用的 她不明白 她用十年前的事來逼我 我怕 我怕十年前的事再發生 十年前 十年前? 你說認識了她兩天 你們對你認識了多久? 我已經認識了她十年 不是 其實我認識了她兩天 不是 其實我根本不認識她 真的,我根本不認識她 小姐 請你慢慢說 慢慢來,有十年前的事說起 十年前 她離開了 她離開了 然後… 然後她一直沒有離開過 一邊人 一邊的事說,一邊,一邊的事說 一邊的事說 一邊的事說 《9月1,2,2,1,2,2,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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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2,2… 是楊帆導演和編劇的《海嘗話》 那為什麼選擇這個片段呢? 我不知道剛才大家看作為一個開場白 有沒有什麼的感受 因為出戲就是這樣開場的了 出戲就是講有一個女人 被發現和一個男人的死屍在一起 然後她就被拉進監獄裡面 然後律師去探望她 然後故事就像剝洋蔥一樣開始剝 這套電影是1987年 我是從下午兩點半去看 在中環的皇后戲院 我看完之後驚為天人 因此我晚上再看一次 這件事最近也發生過的 就是我們看一個梳禮,四個失禮 我也是這樣 下午看一場晚上再去看一次 我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會這樣看的 他們沒有這個錢或者沒有這個時間 他們覺得這樣是不正常的 有很多人我相信 我不是的 我喜歡的話,有看四次我也是OK的 但是為什麼我想提到這件事情呢? 其實要在電影裡面選一些說愛情 是很難選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 譬如說,我們今天也會看三套的 但是這一套其中的一個理由 我也有掙扎過就是 張藍家有另外一套 其實是講愛情的電影 就是他少數少數拍過兩套 鯨搖圓著的小說 其中有一套是《迫雲天》 而那個是李洛吉馬兩最佳女背角的 那套戲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些社會性在這裡 因為它是… 你講一下你飾演的角色是什麼? 有什麼問題? 我是一個很窮的小女孩 然後被老師帶了回家 她覺得我很好的老師 很友善的女老師 成龍的太太,陸鳳嬌 她帶我回家 其實是幫助我 誰知道我跟她的先生 秦漢 發生了一段愛情 那當然… 被林洛吉馬知道之後 就情經病了 那就是一定的程度要選 我跟她的老婆之間要選誰 那當然我自己會知道 我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存在 所以我就自動離開了 但是這樣 太興奮了 她沒有說到最重要的事 那我最主要是 後來我做了母女 我幫她生了小女孩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生了小女孩也不記得 對… 我真的記得我跟女兒發生關係 我忘記了我生了哪些 真的不是這樣的 Sylvia 我不是嗎? 真的不是這樣的 我再說一次 你覺得老婆生不出來 是 林鳳嬌生不出來 這是重點 是 你剛才應該代母 為什麼? 她在哪裡找到我的 她不良就是你很窮 我很窮 對… 我不是她的學生 你不是她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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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修回來的 好… 好… 幸好不是打官司 我拍了一部電影 真的不太記得哪個角色 但哪個角色 那這個你記得嗎? 我記得… 這個我記得 因為這個… 只要你不記得也不行 因為我經常逼你 是的 她經常都停寫我這部電影 我剛才看過那次 我還說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文化片來的 這些是最難做的戲 尤其是《平遙》的小說 或者這一類的戲 對演員來說 其實很辛苦的 你要憑空去想一些 那些對白 你會變成你自己的語言 其實真的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它 慢慢變成你自己想說的 你要變成那個角色去說的 其實真的挺難的 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選這部電影 為什麼呢? 蕭皮只是做過兩部電影 不是沒有理由的 因為有另外的女明星一做 就做十幾部電影 因為愛情這兩個字 是指虛烏有的 對於我來說 因為愛情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要用想像來完成的 它一遇到現實的話 就好像Double 它是會碎的 我講Cruple的愛情 所以變成這部電影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剛才大家看了一點 待會我再給大家看一個片段 因為這個是《十大國務片》之一 因為這個角色 他這樣開場之後 他帶著觀眾回去 他怎樣遇到江曹的男生 江曹的男生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我想你一定很熟悉他那位 他就是很出名的 一個大家沒怎麼見過的男人 人家現在還在拍《日吃》 沒有 那部電影叫做 《青衰會議》 不是 那個爸爸換了 換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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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影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如果大家仔細再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愛情在畫面裡 所傳達的那些訊息 其實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 正正也是跟Sylvia拍的愛情片 是非常不同的 最愛或者是心動呢 都有很多人將它定義是愛情片 但是對我來說 那兩套戲呢 更加大的是友情 我一直都覺得 但是愛情是什麼呢 就是 愛情是要很複雜的 所以如果你在現在的生命裡面 或者你如果沒有一些人問起你 你就覺得怎麼告訴你 或者引發到你的朋友 可以問足你一天一夜的話 你是沒有談過戀愛的 任何人談過的戀愛 是應該複雜到 就是你自己都說不清楚的 所以別人問你 你又答了一個B的問題 問題是A的時候 但是你又要解釋一個C的原因 然後又要去回一個D 又要去回 就好像去日本搭地鐵一樣 那 所以這個戲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算是你從影以來 是一個 即是 都挑戰你的一種愛情角色 因為那種痛苦 其實是非常之虛幻的 應該是 這真的完全是仰法式的 在前面 即是你正在適應她 是的 其實那種虛幻 是真的 比如我們說 她究竟是 她真的談戀愛 本來是她 在了解她十年前的那個memory 那樣東西是 令到她 最後她沒有辦法 其實她中間 還有另外一個角色 是很重要的 就是搖毀那個女人角色 所以那個角色是 其實她 太複雜了 總之 就是我講的 其實 你剛才說愛情 是說不清楚的 是的 真的說不清楚 因為當她 這幾天提了這個題目之後 我都在她想了很久 其實愛情是 怎麼說呢 因為愛情 愛那個東西 是一個天生的 一種感情 就好像 爸爸媽媽 愛她自己的小朋友 沒甚麼解釋的 因為天生 她出來就是愛 那還有天生 所以慢慢慢慢 她會變 跟愛情一樣 因為她 一遇到你好像 bubbles 很實際的東西 她就開始變了 所以由愛情 很快她會變 因為她遇到 bubble 遇到空氣 bubble 遇到很多其他東西 她就會變 所以請你來跟我們分解一下 其實你現在對愛情的看法 我們在說虛幻 或者是說為戀愛而戀愛 這張戲就示範了一個 很少在講片裏面有的一種特質 就是把愛情描繪得非常之 你可以說好像很簡單 因為簡單得怎樣呢 就是好像你剛才看到那個男主角 一轉身你就覺得我愛上他 就是這麼簡單 所謂一見鍾情 大家都很希望愛情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開始 然後希望一生一世 這個叫做一字那麼淺 愛情最好是 但是同時有一件事 就是說她中間就發生了很多事 她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舉個例子 這個男生是會離開的 因為他們屬於兩個不同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同學 有沒有機會是有網戀的呢 有沒有網戀呢 不是網上的網 真的是上網的網 如果有網戀也是另一種 因為網戀就說你每晚趕著回家 要跟她談戀愛 然後你越著了 看到她在一個畫面裡面 你就抽不到她出來 可以很簡單 但又可以很複雜 因為她不能夠陪著你 所以當你肉身有需要的時候 你要找別的人 於是乎關係就由簡單而複雜 她是在一個畫面裡面 大家還沒看過她 知道是出什麼戲嗎 對 她不是這樣 她其實 埋少許關子 就是她跟自己談戀愛 是一個很極度寂寞的時候的一種情感飯色 然後 因為那個人不在她身邊 所以她剛才不是在這裡說 到底是來了兩天 還是去了十年 她沒有離開過 她沒有回來 她不是精神錯亂 而是真的時間和距離扮演一個角色 愛情很多時候複雜的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 我們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我們自己跟別人之間的距離 包括了肉身的 和抽象一點的時間 什麼叫做時間呢? 就是 你需要她的時候她最好在這裡 你不需要她的時候她都在這裡 那怎麼辦呢? 這也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當她需要那個男主角 當她不在這裡的時候 就出現了另外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 就不是她愛上的 但是是那個人愛上她的 那我們不如看多個片段之後 我們再回來講 我不是一個無線的人 但是 但是 你太令我失望了 娃姐 現在怎樣 你總是不明白 在我們生命裡 男人來了 是會走的 我一直以為你大過了 怎知道 你仍然是我當初認識的小女兒 你怎麼找到這種地方 我想她到你家 要讓我出現 而讓你還去 看她怎麼能看 你不小心 有些他們 對啊 不小心 走 你走 你走 有你回事 我走 你不是這樣 啊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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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的身影梦相随 永生永世不离分 我记得当时见到你的时候 做到你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这么多年来 我一个人里有这种感觉 好像寂寞一样 还亲我亲子妹 你的歌唱真的好 谢谢 我有几个朋友在外面 等待我们一起去宵夜 不好了 我要回家了 不会太久 我在外面等你 撿到了 我们去吧 可以 我们去吧 可以 我不去了 不會很久而已 我要找朋友 明天也好嗎 我朋友來了,再見 湘妍,走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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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蔡正言 好抖 吃 吃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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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이에 好美,要了它吧,那不可以的,这些算了什么,说不定将来你会有更多更好的,那段日子 那些更好的不就是什么? 我记得我快点说,我今天看着看的时候,因为效果比较好,如果大家去找一个你去找到的出来看,其实它跟当时的港产片我认为有些地方挺不同的,因为很多港产片当时很浮躁的,譬如我看最爱和这个是差年,就很不同,因为你看到它是很淡定的去说这个故事, 而且那些灯光,其实杨凡当然是非常非常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摄影很重要是灯光,所以如果大家真的看回《非林》的话,这部电影其实刚才是张了一张照片的, 就是每一个,你不会明白有些电影不打灯,是令到一些人是多么没有提供的,但是这部电影是真的一格格,你觉得它们全都很漂亮, 不过另外一件事,当然是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很让范,我们刚才说到爱情有一个虚幻,就是这部电影没有时代背景,你说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也没有一个特定的地点,不过看完之后,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说,我觉得虚荣心是可以令人觉得自己很像爱上一个人,或者是爱情有时候是虚荣心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我很记得礼物可以打动人,其实是其中一个爱情里面,为什么那些人要送花,要送首饰,好像刚才那样,就是你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不知道譬如说,你怎么看这件事,因为对我来说爱情,刚才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说,爱情是关于纯真的失去,Loss of Innocence,我看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它是一个Loss of Innocence 的故事来的, 虽然它最后就只得到一些东西,但它是一个救赎,所以我想你说一想说,你的意思是,那个女人好像叫蛇传传的,华丽的蛇传的 ,就是Apple,苹果 苹果吃的,吃的 Loss of Innocence 我以前沒那麼懂 因為我自己是 以我自己的性格來說 我就不覺得我自己是這樣的 禮物從來都很難打動我 我先試試 雖然沒什麼人送我禮物 你收了花 我叫你收了花 走一走一想 但你說我所謂對我來說 如果我講我自己的禮物 反而不是真正material的東西 我反而覺得對方給你那種care 是我覺得那是我的最大的禮物 所以那個東西是我的temptation 那你收過愛情禮物裏面 你到現在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有價值的 可以說給我聽嗎 你有material嗎 或者你剛才說過care 我都說今天好像confession 做甚麼 這些是記者 我真的挺恐怖 其實 或者你說別人都可以交換 trade off 你送給別人的 我覺得我一生中收到最好的禮物 應該是我老公送了個兒子給我 哈哈哈哈 但是這個其實爭取回來的禮物 其實是不是都不用 但是這個代價都挺大 你有沒有愛情故事說 哈哈哈哈 很簡單的愛情故事就是 就是當你去到某一個年紀 就是大家經常都 就是我看到一些小朋友 那些同學 那些同學 給一些問題就說說 嗯 你怎知道幾時是對 幾時是不對的 其實我都經常都覺得是人 在外情方面是 有些人寫說 love is blind 是看不清楚的 其實真的沒有看不清楚的 其實是那個直覺是很重要的 什麼東西都是 在那個時候 你的感情那時候 是真的很憑自覺的 所以我就覺得是 反而是完了之後 你怎樣去keep那個relationship 那個東西是難的 所以我說 愛情來的時候 它就來了 來了之後 你知道那個東西是for real的時候 那你怎樣去keep那個relationship 或者是你怎樣看那個 你看這份感情 可不可以經過這麼多事情之後 它仍然存在 那樣東西我發現 那樣是人生中最大的一個 都是其中的很大的挑戰之一 但是這個很空泛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是很出名 是愛情很轟烈的 糟了我今天真的有點自己 哈哈哈哈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 不如這樣吧 你說吧 其實 其實 我不是說你 我覺得 每個人都為了愛情 都付出很多 只不過是 我以一個演員的身份 或者明星的身份 我從來都沒有逃避過 我有男朋友 或者是 我不告訴人家 我偷偷地談戀愛 我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我偷偷地說 我偷偷地談戀愛 我偷偷地談戀愛 我偷偷拍拖 甚至乎那個不應該說的 我都會說出來 所以令到大家覺得 你很關鍊 其實沒有什麼 但結婚 比如說你第一次婚姻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人都很忌諱離婚的 特別是你說 就算現在其實也是 如果不需要有戲說離婚 都要作為一個主題 如果他真的好像日常生活這樣 所以 你在二十五歲結婚 然後你其實在 不是維持了很久 那就是 為什麼這件事 對很多人來說 他離婚就是 他承認是失敗的 而你好像 完全不是一個這樣的態度 我一直都相信一件事 就是我上一次 我前幾天都說過 當兩個人在一起 那時候 如果可以把對方的好 可以引申出來 大家可以互相見到對方 看到對方的好處 那時候 我覺得那是個性別的 當大家已經不這樣 那時候 我覺得那是不應該再告案 其實是個痛苦 所以我不應該承認自己有錯的 第一 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 幾了不起的人 或者自己本來都不能做錯事 我是一個人來的 所以我承認這一點 當我不行的時候 我錯的時候 我會承認 我會承認那個責任感 我會承認所有的 不管誰批評我 也好 或者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都願意接受的 所以我到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肯承認 我自己做錯的事情 就是我不應該結婚的 當你自己都沒有準備好 或者是當你自己 都還有很多 希望自己還可以繼續做電影 或者做 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做 那你就打算要去 對方又是一個 已經到了一個年紀 是真的想 你乖乖地做一個家庭主婦之下 你試過之後 你發覺你真的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就應該快快快快 應該將這件事 解決了 所以其實他也是一個 我們會叫做 挺noble的人 因為他是不是之後 他又接受了這件事 而且還繼續關心你 是 是 是 當然有很多hard feelings 不過我覺得 是 他真的有一個非常多 我真的 這一點我到現在 我都覺得 在我人生中 我覺得我錯過幾次 這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說 剛才聽你的答案 就是你在感情裡面 學到了一件事 那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這個Sylvia 是一個真的Sylvia 那 因為回答這些問題 不是真的 好像我說 我是記者 就真的是記者 因為真的是記者的時候 就是另一種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想做一個比較 就是因為說 其實愛情 對於很多普羅大眾來講 這是很私人的事 但是對於你的工作 因為我今天是說愛情和工作 事實上對於你來講 如果大家對你的感情沒有興趣 就對你的人也沒有興趣 在娛樂的這個範疇裡面 來講八卦 為什麼很多時候很重要 就是 你必須要吸引別人 投寫一些東西 在你身上 那麼我在這個時候 我想看多一個五分鐘左右的片段 這個片段就是看到 真的是記者訪問的時候 會是怎樣 好不好 你看這些只是記者 我們這個一定不是記者 我們這個一定不是記者 你們看你有什麼感受 這個是大概兩三年前 哪個子啊 不止 這個應該很久了 很久了 都有很多年了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自從之後我就不想這個節目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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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件事我還挺有趣的 因為他竟然這麼久之前 你說很久了 都回答我剛才第一個問你的問題 收禮物其實是否會令到你 明明本來不是很愛那個人 但其實都會有一種錯覺是我 因為說到蔣家的人 大家馬上有一個想法 就說 蔣家也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時 都叫了一個王朝 是不是 他都會有一種身份地位 在那裡 但是你當時用他們的形容 就是殺車 那就是說那些東西 都沒有對你構成了 是一種 真是 你覺得要付出情感的吸引 我不認為那種類似的感情 是因為禮物的吸引 對我來說真正是那個人的吸引力 要殺車都是因為我清清楚楚 這個東西是 當你真是把那份感情帶入生活之後 你很多東西不是單是那個人 他身邊很多東西 他媽也是 他弟弟 他姐姐 他朋友 甚麼東西都是included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 是一個package 是一個package 所以愛情一定不是這樣 愛情可以簡單 不過真的 你所說的 長的relationship 婚姻 是不簡單的 所以愛情和婚姻是兩件事 OK 我們今天不說婚姻 我們就是愛情 是啊 所以如果你說愛情 那人已經對我很遙遠了 真的 真的 你殺了車 我 唉 不是 我想踏 brake 沒有油了 我不相信 我想踏 brake 你還在做創作 你一定還有油 不是 那些東西我已經放在別處使用了 不是感情放入錯 我老公今天不在 哈哈 不可以這樣 我有個問題也關於這件事想問 不過今天要有足夠的時間 所以回去有一件事 就是剛才在裡面 對我來說最精潔的 有一個我們的答法 就是 你對你很容易有才華的人吸引 所以剛才有提到李宗盛 羅大佑 楊德昌 那這三個人是朋友 所以其實他們的才華 對你來說 那個分別在哪裡 而對你來說 又是構成到吸引力 不是 因為他們三個人都是才子 那三個人是才華 都有她的性格 都有她的成績 在這裡 那我覺得我真是 我到現在為止 我和李宗盛 都是這麼好的朋友 是沒有問題的 那真的死了 那羅大佑呢 我們還是一起工作 不過不可以見面 因為會喊架 為什麼兩個人的脾氣都太強烈 所以很容易喊架 所以最好沒有見面 好像說到三國那樣 是啊 其實 我們 大家分手之後 因為我一直都保持著 我希望 就算大家不可以做得 男女朋友 或者夫妻 沒有這個緣分 都可以保持著 as a friend 這個對我來說 始終是我很珍惜這一點的 不過 我也經常說 我覺得男人比較小器一點 我看見男人點頭 很開心 謝謝你們 是比較男人接受 就是 大家分手之後 都繼續可以 很開心見到 你和另外一個男人在一起 他又拖著女生都可以 我覺得 其實 真的沒有什麼所謂的 大家曾經有過一段 好的relationship 你想想 這個世界這麼多人 為什麼你和他有一段 這樣的事情 一定是一個很特別的緣分 我就很珍惜這一點 所以就算 你說我有沒有失戀過 是不是每次是我別人 不是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很多次都是 人家說要跟你分手的 都是有這個情況 都有失戀的情況 所以我明白的 為什麼你那天問我歸外情 我選什麼片段 我選了一個片段 其實那個片段 是說失戀的 我覺得是失戀的 那段 是痛的 是 因為我覺得 愛情是 為什麼愛情的吸引力 這麼大呢 因為它是因為 有太多 很極限的 情感 在裡面 當他痛的時候 失落感 或者痛苦 是你說不出來 很難 描述的 我有個想法 因為很多人覺得 失戀分手 就被人拋棄 但其實 如果你回去 說為什麼會有愛情 那件事 我自己就覺得 有一個 theory 最少 apply 在我身上是 work 通常我會愛上的人 不是通常 我會愛上的人 就是 我在他身上 看到我自己 而他有的東西 是我沒有的 譬如他受了我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問 這是一個比喻 不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那 他有一些東西 所以你剛才說到 才華會吸引你 也就是說 他們身上有些東西 你覺得自己不夠 或者你想要多些 所以你才會 在他身上 看到愛情 這件事 我年輕的時候 真的 任何一個人 只會彈鋼琴 他只是彈吉他 我就會過來上去 他戴眼鏡 我就會過來上去 我真的沒有辦法 雖然我們好像 心動那時候 那時候 我會彈吉他 哇 你再看到他 現在今天 我立刻進來 他拿著吉他 你會怎樣 現在就不會了 現在要彈奏 要彈奏 但是 你覺得吉他 代表了一種瀟灑 或者你在他身上 看到一些Dom McLean 我看到Romance 什麼吉他 是Romance 音樂 哦 OK 我很喜歡聲 我覺得 我以前的男朋友 聲音都很好聽 所以你是因為你的音樂 因此 驅使你 對玩音樂的人 特別敏感 I guess so 好像是這樣 那不合 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以前很喜歡 說電話 現在的人不說 現在有輻射 但是 以前 煮電話粥 是很過癮的 是 七個小時 是吧 大家 說電話可以說這件事 說來說是廢話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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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做 那就是 我媽媽好像走進來 沒有 不要走進來 喂 小小小 講來講 有個鐘頭說這些 很廢話 Be together 是的 那個 togetherness 就是 用聲音來傳達愛 所以 聲音對你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做 她 因為她真的 只有聲音 Scarlett Johansson 沒有出過場 她從頭到尾 就是跟那些聲音 對 是的 我當初 黃大有聲音很好聽 當初的電話聲音 OK 我應該一直保持電話 不應該跟真人討論 因為我剛剛想問 如果你是說音樂都OK 那為什麼 你否認了李宗誠先生 真的沒有 他真的沒有 對 那他也有音樂的 嗯 他來到遲了一些 你又 因為前面 前面已經有羅大佑 夠了 夠了 但他們兩個的性質 是不是很不同 當然很不同 第二 羅大佑 就是 就是那個experience 我真的覺得是 就是我剛才說得很清楚 從華的人 就欣賞他的才華 一個人 就是大家用手 所以那個是羅大佑 不是楊登昌 沒有 一個是聲音 一個是visual 不夠了 夠了 夠了 足夠了 就是 所以你之後再沒有跟藝術家 哈哈哈哈 幾十 是啊 接著就從商 哈哈哈哈 比較是爸爸型的 哈哈哈哈 就是比較現實一點 我們正經一點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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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 真的 我今天是來告白 因為剛才說 愛情是因為你自己有一些東西 投射在對方身上 而那是你的欠缺來的 曾經有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你沒有欠缺的人 他是不需要愛情的 因為他可以自己 一個人就像剛才說的那些才子 揹著他背包 到處去這樣 他沒有所謂去找自己 其實不是真的找自己 他只不過是走出去 自戀 沒錯 最最不需要愛情的人 其實是最最自戀的人 也就是說 最最未成長的人 因為愛情很大的一個元素是付出的 自戀的人是不需要付出的 因為難道是撞著鏡子嗎 就是 自戀的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回到心理學來說 就是他還是一個自戀期 他剛剛還好像一個小孩 我見過在地鐵 有一個小孩和自己 在那個倒影 在那個窗上玩得很開心 他不會談給我 他沒有空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是想找那個欠缺 但是同時 你又將對自己的關心 變為了對他的關心 於是你開始想幫助他 成為一個你成為不到的 你笑甚麼 為甚麼呢 我有時覺得跟他說話 我都覺得自己傻傻的 為甚麼呢 他說話的時候 我就不停在想著 我自己發生的事 apply到你說的事 我就fitting to你說的事 我是這樣的 然後我就很自動告訴他 我發生甚麼事 所以就apply到你說的事 是不是很傻傻的呢 不是這些催眠的 我經常都說以前 我經常都說以前 甚麼呀 沒事吧 以前我們都說 奇怪 幸好我很喜歡他 真的嗎 都不是 那我不喜歡你 我不會 那麼 好好好 我們精神上 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因為真的 那個 包括我們那個 例如我剛才在看海上花的時候 在那個年代的女演員裏面 真的沒有一個張賣家 因為為甚麼呢 如果剛才有看到片段 就是 那個化妝是屬於 在監獄那裏 對我來說 是屬於一種裸妝 因為那個是一個 好像沒有化妝 但你上鏡頭 不能真的完全化 因為鏡頭是另一件事 那為何我這樣說呢 就是說 如果說80年代我還未認識你的時候 我去看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它裏面有些勇氣在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的愛情對象 是一定要有一件事 那件事是 courage 那所以 甚麼人會令我 對他產生情感 或者是頭邪呢 就是 那些人經常說 要英雄 或者怎樣 其實那些都是個名字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覺得他的性格裏面 是有些他敢做 而我不敢做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說 你的工作 其實是一個很需要感的事情 即是才說是不夠的 因為你要帶著大家去 令到一些你看到 但是又未發生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先叫做 愛情和工作 因為愛情和工作 會拉在一起 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involve到passion 但是憑愛 passion就容易了 你搞完事情就可以 即是解決到 對不對 但是工作你不可以 只是靠搞事情 因為你是要process的 你是要說服很多人 甚至好像你的工作 你要去賺錢 你要去拿到別人對你的recognition 你才可以繼續在做 所以作為一個你 本來我們叫做最膚淺的狗拍 一個女明星 你是可以用完你的face value 然後去兌現 去cash in 有很多romance 但是為什麼在你的人心裏 其實嚴格來說 你並沒有那些romance 即是你很多其實都真的是 你全部跟你談過戀愛的人 都跟你出過唱片 寫過歌給你唱 所以你到底是喜歡個人先 還是你是喜歡工作先 還是喜歡愛情先 我相信我一定是喜歡愛情先 我很清楚知道自己 是很小的時候 然後我就已經很attract to 義成 我又很清楚 很多東西都是 當我工作的時候 我發覺很多東西 愛情是我的原動力 即是我如果那段時間 我自己是在拍拖 我覺得我的工作特別有technology 我特別有 我特別有 真的有角度說 你不可以一天不戀愛 我說個類似 不要說一天不戀愛就死 我覺得愛情是重要的 我曾經很年輕的時候 已經跟記者問我 關於愛情的時候 我就說 對 我覺得愛情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 Love to me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原動力 所以尤其是 尤其是 我想是 我 很多跟我自己 有些關係 就是 我沒有爸爸 那我不停 那家庭是比較 在一個 不是很自大 一種正常安定的生活之下 我是需要某一種的 一種保護 一種安全感 那那個安全感 未必是 它真的給我很多很多安全感 反而是一個 和我不同的一個正別的人 在一起 大家一起share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發覺 就好像你剛才說 sharing 付出 courage 甚至乎是 我幫她 我可以做到甚麼 即我本身的母性 都會 generate到我的energy 其實你十幾歲已經是很有母性 是 是 我知道 你知道我說甚麼 我知道 說一下那個表情 有些曖昧 我就說 我知道 不是 我承認 這和我自己的性格 都挺有關係 所以我又trace back 就是 是不是每一個人 和自己 你剛才說的 自己缺乏了 那一段 事情 那些事情 是不是你一直 都想在你的生命中 用某樣東西來 將它 填滿它 我相信 在那段時間 這個love 可以做到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導演 噔噔噔 為什麼我剛才說 courage很重要 或者我喜歡 Sylvia 其實我是用很多方法 才可以埋到她身邊 在過去幾十年 但是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我講的courage是甚麼 因為 在她的愛情來說 以我知道的 以及能夠 你現在上網查到的 那些 都是 反傳統的 容許我用這三個字 我可以說一說嗎 他有甚麼 他有甚麼 第一件事就是 當她在十幾歲的時候 或者是 都未到二十 真的 她是因為戀愛 所以她說 如果你不給我談戀愛 我就不簽這張藥 她情願解藥 當時其實她正在拍拖 那她其實是一個男演員 而那個男演員 在當時來說 亦都可以說是 不屬於一般 一些女演員 或者是剛剛開始 即是你說要紅 或者是怎樣 會去選擇一個這樣的戀愛對象 因為那個男演員 當時已經不是在幕前 是最紅的了 各位先生 那條金村 她是在做幕後的配音 那這個是一個 真是挺不傳統的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到了二十幾歲 她要結婚的時候 她是嫁給一個外國人 當時又對於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 不是一個最代表到 所謂安定 或者別人對你一定有看法的 在七十年代你仍然是 然後 幾年後離婚 然後 然後 再到第三個 就是 在說財智 那些又是會 很多時候被人感覺 就是 是否要玩玩一下 因為 很多人仍然覺得 現在 今時今日也是 就算任何人都好 就是 Gigi如果不是因為她結婚 大家都會覺得她玩玩一下 因為 緋聞 其實就是 是吧 就是覺得你只不過是 OK 你是想 用你的吸引力 然後去援取什麼什麼什麼 諸如此類 所以我想問的那件事就是 其實 你有沒有感受到壓力 和這些 叫做反傳統的愛情 對於你的工作 到底產生了一種怎樣的影響 我從來都沒有覺得有壓力 就是 我覺得我夠膽 就是 講這句說話 就是 因為 我真的沒有壓力 因為 這是我真的 believe in 的東西 這個人 我從小到大 我都相信 我自己 如果我believe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相信 我為了 這個人 我而 吸引一些東西 我覺得 是應該的 我不覺得 那件事是壓力 壓力 只會出現 你自己有一點 困難 你要將它擺在 天平上 看看誰比較重要 或者誰比較不重要 你在這裡 將它 選擇的時候 它就變成壓力 當它不是那回事的時候 就不是壓力 你很自然知道 你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 所有 我經過的 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將會面對 很多 所有的人 覺得 你這個非傳統 或者我會 不贊成你這樣做 或者你做得不對 或者傳統裡面 你是壞女人 或者什麼什麼 所有的criticism 我都知道 我自己會面對 我 我相信 我自己 會有這個 能力 去面對那個人 當然 當然 你說我是不是大膽 我不知道 那時候 幸好我 都全部過了關 到現在為止 過得幾好 過得幾好 我不知道是上天幫我 還是我自己 真的 我不相信我個人 有這個能力 總之我過了關 到現在為止 你自己過關的意思 就是 沒有人當我是壞女人 就是 沒有人認為 我做錯了 錯到不可以 因為你 就算做了那件事 大家未必立即 能夠理解 一些認同的事 但今天經過了時間 之後 prove 那些決定 其實不是 純粹是你的 一廂情願 所以很多事情是很奇怪的 我真的很相信 一件事 就是你要相信 你自己 有沒有這個能力 是很重要的 我甚至乎以前 那時做了未婚媽媽的事 過了幾年 很多人來訪問 講未婚媽媽這件事 我都說了 我說 沒有多未婚媽媽 是一個fashion 一個trend 做未婚媽媽 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做到 每一個能力不同的 每一個人IQ EQ都不同的 你要清清楚楚的 了解你自己 問清楚你自己 你可不可以承擔 這件事 你先去做 如果你有少少doubt 你都不要做 因為那件事 是真是一個很大的 所謂的 一個單字 你要付出的 就算你和誰不理 不應該拍拖的人拍拖 你都要承擔那個後果的 那你可不可以承擔呢 你過不過得到呢 你信不信得過你自己呢 這個你應該自己最清楚 那你有沒有說 每拍完一次拖 之後你覺得自己 在那個IQEQ上面 是有明顯的增值的 好 我想說 以前拍黑 然後拍完這個 你就不拍黑 是有這樣的 我覺得對愛情來說 我不會怕的 其實那個經過 你一定有 經過一段很美好的時段 如果不是你怎麼會痛苦呢 是吧 所以你怎麼可以 只是看痛苦那一面 你不看那個美好的那段呢 所以我永遠都 treasure 好的一面 我盡量把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把它放下 就是過了就過了 那你跟羅大佑拍拖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要嫁給他 或者結婚呢 我覺得很少S 這個問題 我有人問的 但是用不著我公職 是 有有有有有 開始的時候真的有 後來就越來越沒有了 後來就是 我很清楚 不可以嫁的 真的不可以 因為彼此太了解之後 你覺得 其實奇怪的 其實我同行 我是同行 拍拖的人真的不多 但是追你的不少我 有嗎 有嗎 不太記得了 Anyway 我覺得是 我自己很明白 我自己 在這行做了這麼久之後 我很明白 我可不可以 跟這一類的人一起拍拖 那說一下為什麼不可以 OK 同行一定有所謂的competition 這個東西是 這個不可以 女之間也有 有有有 男女之間更辛苦 我覺得 當你委屈自己的話 不要 避開一點 讓你走前一點 他都不認為這樣 尤其是你是女性 是的 所以 所以 是 是辛苦的 忽然間聖兄 我最近看了 有一篇 不知道是不是他寫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文章說是 那位演員寫的 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因為在網路流傳的 是 有一位演員叫姚慎 姚慎 他寫了一個很長的 是說他跟他先生分手的理由 就是他之前也是一位演員 就是說到姚慎未紅之前 和姚慎紅了之後 這些文章 真的沒有相信是他寫的 因為網上都流傳一個很長的文章 其實真的不是我寫的 是 很多人說 我看得很感動 很感動也好 不過不是我寫 還有裡面的東西 很多都不是真實 是 是 所以我也 所以我都 他那邊我覺得 未必是真實的 但是我覺得 他裡面就是你在說 有competition 雖然一個是男生 一個是女生 但其實原來 是 我現在醒了 就是有這件事 所以工作和愛情有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你講到同行 我覺得 在現實裡面 很多時候 會發生一種情況 就是說 你要結婚了 所以你有一個家庭的角色 那supposed 你要辭家 因為這是 但是 我知道 不論是什麼年代 現在你就是 除了家裡之外 你除了拍電影 你還要改劇本 你還要做演員 你還要金馬獎 你還要去展望會 你還有 林應華 叫你去港大 那裡有錄像 就是你有這麼多 這麼多 不論是私職也好 公職也好 那這個 你是一直怎樣去 令到你的passion 可以在你的家庭 和生活裡面 找到平衡 很幸好 每一件事都是我自己喜歡做的 這個事情 由day one 開始到現在 好像都沒有改變過 我比較少做一些我不喜歡的事情 所以我拍拖也是一樣 我很少跟一個我不喜歡的人拍拖 那會 那會 還是有的 有 我經常去吃那些回卷壽司 坐在旁邊那些 我就知道他其實是不喜歡的 那些是送禮物的 那些 是的 是的 我那晚才去到有一個 旁邊那些 有一個女生在那裡 我想去唱卡拉OK 那那個男生 好多久去唱 那那個女生就說 瘋了 現在去唱 我 對不起 我馬上就覺得 她不是真的喜歡她 不過她在陪著她 所以有時候她未必抗 她未必會 有時候因為很寂寞 找到人陪著 我連這些我都很少做 以前你說有人追 那我都說 是 我很多所謂有禮物 很好禮物的人追 多到不得了那些 我真的一一都 全部都拒絕 我真的覺得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呢 我真的不明白 我後生的時候 我真的不明白 有些人 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 會有人說 可不可以跟你在半島 我去喝的咖啡 我給你二十萬 我們那個年代 現在是八十萬 差不多這個意思 我自然坐在那裡 蛤 為什麼 我也問為什麼 但不知會做這些事情 不過真的 我們那個年代 有很多這些事情在發生著 現在有沒有我都不知道 不過 這些事情在我演員裡面 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 我就是完全沒有辦法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說 以前你說 啊 蔣公子那些 他的名氣 會不會令到你 好像一個diamond 那樣attract你呢 或者 會有某一種 你說hulling 是吧 hulling心 有一點點 不過那一定不是真正的理由 因為對我來說 那些事情 不是attraction 來的 而且都沒有必要去 否定它 因為你 你經過這些事情 你知道明白自己 其實選擇些什麼 是 因為我一直都很清楚 我媽媽說 我對錢的有仇 我一聽到這個 蛤 這個人有錢 嗯 嗯 嗯 這個人 你真的沒有什麼 跟真的有錢的人拍過 你也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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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數的沒什麼 誰是有錢 你要捱一個麵包 就是那些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很好笑 我們spend time together 那我就沒有錢了 是啊 是啊 不過你有錢也會請我吃飯的 有啊 你請我十次 我才請你錢 不是的 我覺得感情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 很像錢 這個事情 因為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你怎麼看現在這麼多人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那句話是怎麼說的? 什麼話? 那句呢? 漫漫不臨的那些呢? 是的,寧願坐在寶馬上哭,但也不… 很幸福的 你覺得這些是…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很過時或者很浪漫? 唉,我也不知道他坐在寶馬上哭 他的心情是怎樣的 我真的不相信 他可能知道他沒有機會坐他才這樣說 所以這些就是fantasy 現在的人寫出來這些東西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對錢 或者是錢可以買幸福的東西 是很大的感想在那裡 當然我是不是說錢是 nothing 我又不是這麼說的 所以對我來說,一個男人最重要是什麼? 是他的信心 還有他的實力 即是他I'm honest 我老公當初我看到他的事 我就知道這個人是一個honest的男人 而且他full of confidence 他一點都不覺得我是明星有什麼所謂 那他是一個成熟的人 嗯 他… 是啊 所以… 所以我們可以last這麼久 不過呢 我又說過 或者如果我年輕一點認識他 我未必會跟他拍拖 我想問這件事差不多 譬如你第一個丈夫 我們叫他第一個丈夫叫bob 那bob呢 他都是… 你叫他bob,他真的叫bob 哈哈 我跟你叫的嘛 我跟蕭芳芳叫的嘛 對… 因為蕭芳芳是你伴娘 那我想問一件事 他是比你大的嘛 那當時你覺不覺得他成熟呢 所以問題不是他成不成熟 是你成不成熟 是,他成熟我不成熟 for sure 不過呢 我只是覺得我自己很成熟 因為我知道我要選他 因為他給了很多安全給我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是,對了 就是他了 那所以 後來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就是我覺得是因為 對他來說 他是… 因為他也是second marriage 他鼓起勇氣 做了一個choice 是做了我做老婆 然後他最後也發現是錯了 你跟B字很有緣 因為接著就到了bill 之後 所以你跟bill 不同的地方就是 到你遇到bill的時候 你都成熟了 是不是這樣 好厲害 是 是 是 怎麼說 我經常都覺得愛情 是沒有什麼成熟不成熟的 OK 因為愛情有時候 都是一種某一種的 當他來的時候是 是 雖然那個時間真的維持得很短 不過是一種某一種的 激情也好 衝動也好 那個直覺系 是告訴你 這是世界上最美麗的moment 是 我想在這個時候 給法官大人一個 一個證物 大家先看這個證物 之後我再繼續 寄望陳詞 好嗎 我要看一個片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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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igma, 靠近人 див好, 我走 rrот 켓, 你冷冰堂 favorites, 我忘了 Sage 在那里 去佩甲! 斷丹力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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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